好,最后我们要来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我国刑事诉讼当中的一些人物,你通常会看到哪一些人,有哪一些人会出现在刑事诉讼的法庭当中,或者是说整个程序当中,有哪一些人会出现,来,在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当中,你会看到有法官,有检察官,有警察,还有谁呢? 还有律师,还有这个书记官,以及通议,还有被告,OK,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整完整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在各个这个,他们也在各个不同的SOP的程序当中,就是说一个刑事犯罪侦查跟审判,还有这个审理的过程,审查到审判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这些, 有法律相关的法律人,那我们认识一下他们,来,第一个是法官,法官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法官他是隶属于司法院,居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他是以第三者的地位进行客观的审判,所以他必须要超乎党派之外,不受到外力的干扰,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独立审判,所以,法官其实你,不管,不管这个人的犯罪, 事实被我们社会认定的多么严重,他还是要,以第三者的地位进行客观的审判,法官在厘清所有的资料,而且已经充分的了解事情经过以及证据,还有呢,双方辨证,这个辨证可能是由律师来执行, 那他会判决,被告,好,被告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那这个罪,有罪的话,它是什么样的罪,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是居依法经等等的, 以及这个原被告呢,他要承担的刑责是什么,OK,再来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到,他的服装是识别,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法庭当中,法官穿的就是黑色的法袍,镶着蓝边, 所以你在法院的现场当中看到,或者是你下次看到电视剧在演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穿错衣服,法官他穿的就是黑色法袍箱的蓝边,第二个是检察官,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主要工作内容, 法官跟检察官隶属于不同单位的,法官隶属于司法院,但是检察官隶属于法务部,主要的任务是代表我们的国家进行侦查跟追溯犯罪的行为,在公诉程序当中,它是属于公诉,公诉才会由法官, 检察官来执行,如果自诉的话,就是个人自己执行,在公诉的程序当中,他是担任原告,跟被告一起都是当事人,OK,所以在法院当中,你会看到检察官,作为一个这个原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当中, 再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服装,他的服装是黑袍箱的紫边,OK,紫色的,再来我们在讲刑事诉讼案件当中,常看到的一些人, 所以还有警察,警察在刑事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主要是辅助检察官侦查犯罪,而且要收集相关的证据, 所以这个警察也很重要,一旦有这个刑事案件发生的时候,第一现场,那你都一定要把这个收证的内容做好,万一你的证据没有收证好, 可能会导致这个案子很难很难办好,那这样子被害人的冤屈就没有办法得到申冤了,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最常对法律,我们对法律最常思考到的一个角色就是什么,就是律师了, 律师呢,在刑事诉讼当中,他是接受了当事人委托,或者是法院的指定,协助当事人, 并且为他的权利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进行辩护,所以呢,律师最重要的是口才,对不对,他要辩护, 来,我们来看他的服装,在法庭当中,他是穿着黑色的法袍,向着白边,记清楚了吗, 蓝边的是法官,紫边的是检察官,白边的是律师, 再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书记官,书记官他做什么,他其实最主要工作就是做笔录, 做笔录,就像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要做什么,会议记录一样,来,书记官是在刑事诉讼的法庭, 在法庭当中,审判的过程,他必须要负责制作笔录,协助将诉讼程序, 以及内容如实如实如实呈现,在法庭当中,你看到有一个人穿着黑色发袍, 向着黑边,这个人就是书记官,好,再来是通议哦, 在刑事诉讼的法庭当中,担任翻译的工作, 不管这个翻译是台语翻国语,国语翻台语,或者是翻各种语言, 再来我们来看被告,刑事诉讼当中,当法院受理案件, 遭到原告提起诉讼,比方说这个原告如是检察官,对不对, 检察官提起诉讼,在尚未判决之前, 常常被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好,所以这个是什么,嫌疑人, OK,好,但是我们这边就称之为被告,如果判刑, 决定他就是罪犯了,OK,好,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题目好不好, 这个小题目在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刑事案件中的角色, 根据图当中的人物对话,判断ABCD身份为何, 来这里有一个法庭,对不对,这里有B,有C, 这里有B,有E,有F,来,A是怎样, A是有一个人,他被酒测,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 你的酒精浓度高达0.65毫克,你们知道多少是操标吗, 0.25,0.25毫克就操标了,0.25,0.25,0.25就操标, 我必须要将你移送法办,好,这个人是谁, A是警察,对不对,那在这个图当中, 他是一个法庭,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间穿着紫色衣服,这里有一个人穿着紫色衣服, 他说,依据警方的酒测报告, 证实你确实有酒驾的行为, 我依法将你起诉,OK, 大家可以看到,他能够把人家起诉的人是谁, 而且穿着衣服向着紫边,这个就是检察官, 那再来C这个人, 他的衣服穿向着白边, 有没有,我们看到这里还是有袖子, 还是有白白的边, 他是受到当事人的委托为他辩护的, 这个就是律师, 好,这是一个法院正常完整版的样子,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法官, 他将做出判决,公正的判决, 这个是法官D, 那你就看到他穿的是什么, 香的是蓝边,蓝色的边, 那这个是谁, 这个是书记官, 这个是通义, OK,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被告, 这个是律师, 这个F是谁呢, F是谁, F就是提起告诉的人, 好,如果说今天原告, 原告,原告, 原告当然你可以自己来啦,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公诉的话, 就是会有谁来, 就是会有检察官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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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